這件事情就真的要澄清一下 完全沒有跟他聊過這題 他也沒跟我聊過這一題 演員邵宇薇一再澄清 對於傳言另一半 吳康仁護女友心切 因當年電影視鏡時 要求女演員當場脫衣 檢視身材 槓上監製蔡志平 我不知道這個新聞寫到的 這一段是誰說出去的 因為我們那時候根本就不認識 所以沒有聊過這些東西 邵宇薇稱 兩人從沒聊過此事 也不知道消息從何而來 事後邵宇薇再次發文說 過去的工作機會極其珍貴 也十分感謝 並沒有任何不合理的事情發生 也無任何不適 而柴志平則回應 是因為原先答應演出的女演員 李佳穎 在出了前導預告後 說不言了 所以後續找其他女演員 試戲時希望看到演員決心 大家也都願意 你請我願簽約 如果去成2017年的事 也太無聊了 原來八月時柴志平成立的米神國際 原預定翻拍韓劇 周刊爆料吳康仁在私人臉書抱怨 不滿柴志平預計八月中開拍的新戲 因自己兩度玩具 被拿來當成擋鍵盤 因為並不想要捲入一些口水是非 而且我們當初邀約的窗口 也不是我嘛 我們邀約的窗口 已經跟他說明清楚了 因為沒有交情 所以他對我們不理解 我覺得也可以理解 如今兩人隔空交火 未來是否還有機會合作 柴志平認為 先將誤會解開後 再來談 三地新聞將不會落佩於台北採訪報導